哦哦哦哦哦 顾望进来 不怕死的没有急 说起来 大夫的地位总是高的 闯荡江湖 常被灵灯准没错的 出事之后 再一颗药就能好了 出事之后 淘进湖的人格外多 最狠的是 陌生人说快来救我 美女围绕 都说喜欢我这款的 可我觉得 他们都是开玩笑的 我是神医 我就把我扎成扎错了 我看的药都是良药 因为是苦的 我是神医 要说感性 这边就让 那是应该的 不客气 神医 就是我 我是神医 我是神医 因为人间 再没有病了 就算是年 也怎么想 都夸我一德 我是神医 要不要留意 那是绝对的 所以神医 就是我 我 子苏 我是黄秦 秦姐 子苏 我是黄秦 我是黄莲啊 莲哥 走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是密探发现 长阳公主出城 我和你黄秦姐 一直跟踪到这儿 想找机会把她给杀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别 先别杀她 我还有用 来 不如这样 把我们救下 好 好 胖子 快点 请请请 胖子 保空除籽 那你把他们几个处理一下 小意思 什么事 急急忙忙的 便衣在搜查客栈的时候 在一家客栈里发现了长阳公主 长阳 对 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要大人 我也去看过了 她来干什么 可能是为了暗中保护大人吧 她也带了一些人 不过都是病状 我需要一个女人来保护吗 她不会在暗中监视我吧 大人 您看您真会说笑 您在外从不摘花折草 这是有目公主的 公主怎么会不放心 不不不 不可能 你陪我去一趟 把公主找回来 外面不安全 是 大人 我这就去备马 去吧 难道 连长阳也不信任我了吗 有目公主 我勉强 他勉强 我勉强 我勉强 你勉强 我勉强 我勉强 大人 公主揪住这个房间 确定吗 确定啊 大人 小人一开始就是在这房间 发起公主的 被子没有叠 说明公主准备睡觉 没打算出去 可为什么突然 莫非 被劫持了 不 不可能 公主来这么多天都没事 不可能被劫持啊 可为什么突然 报告大人 没有发现公主 留下几个人在这儿等公主 其他人分筹给我去找 这个急镇上所有的客栈 一个都不能落下 诺 大人 公主不在这个急镇 那也不能说明她被绑了呀 说不定 说明她有事回去了 大愿吧 大愿公主没事 这 大人 您看您一夜没睡 您就赶紧去歇歇吧 好 我知道了 您下去吧 是 李竹火 你给我滚出来 把师父师娘交出来 否则 我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那 紫苏妹妹 爱我们做到你的计划行事 要犯人容易 但我这箭不答应 李竹火 今儿个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你看看我们请谁来了 公主 公主 我问你 公主在都城 怎么会在你手里 没想到吧 这是天助窝眼 我们只是在客栈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跟了过去 果然是公主 我就派黄金黄莲 把公主给你带过来呢 来人 把公主带过来 给李大人瞧瞧 真是卑鄙无耻 卑鄙 李竹火 你自己干的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跟你比起来 我们谁卑鄙 大人 怎么办 想让公主安然无恙 也许放了师父师娘 还有班夏姐姐 李竹火 王兄 王兄 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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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别亲举王冬 王兄还在他们手上呢 我不动 不发丁 怎么救你王兄 上 冬中 王兄还在他们手上呢 谷主 咱们先回去 不 你要是夏令发病 我就死在你面前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撤兵 撤 走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疼啊 还好我聪明 逛我喝辣椒水我都没喝 我都吐出来了 结果肚子没事 嘴成这样了 对不起啊 让你受苦呢 英雄美观了是吗 对不起 这次都是因为我 你才受了这么多苦 要是你们在沐海峻开医馆 不知道多自在呢 行了你就别这么说了 你一提到沐海峻 还真挺怀念的 那这辣椒应该没那么辣啊 公主 受惊了吧 还好 这样长阳也是经过 大风大浪的人了 你本来在都城好好的 过来干什么呀 这不是让我担心吗 谁让你不带着我 我就是想跟着你吗 好吧 这几天在这里静养 我会继续跟踪他们 把虎父拿到手 把太子救出来 这次要不是长阳 恐怕你早就把他们 一网打尽了吧 也包括你昔日的恋人 长阳终于得到你的心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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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王 你足够都王 偷包也仅次写些嗓病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你说我该怎么办 狗包 我已经下决心跟毒祸回宫了 我不能再连累你 连累你为我的复仇再去冒险 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眼神 我注意你很久了 你鬼鬼祟祟跟着我 到底要干什么 班下姑娘 我看你半夜出门不放心 所以才跟出来 你要是怀疑我 就已经杀了我 眼神绝无半句于燕眼 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 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 死在班下这么美的姑娘的见下 那也是一种幸福啊 班下姑娘 人生不要总是剑拔弩张 你看今夜这月色 你不觉得很适合看看月亮 谈谈心吧 没什么好谈谈 我走了 郭宝哥 住在这里的日子 让我想起了莫海峻呢 那段日子多快活呀 每天打打闹闹多开心 不像现在 每天打打杀杀 提心吊怠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等什么时候 把鸡椅啊 李独火呀扳倒了 夏儿跟鸡植 一种复国成功 国泰民安了 我就带你游医去 边游医边看风景 真的 当然了 这不是什么难事 但我还是担心哪 你说我们想报仇想了那么久 都没有把鸡椅搬倒 现在倒好又多了个自己人 李独火 怎么能成功 之前我们没成功 是因为手里没有兵权 现在有了虎符你还怕什么呀 等一调兵杀尽都城 管他什么鸡椅啊李独火 先报答一顿灌辣椒水 然后都给他们淹了当太监 这个好 狗宝哥 你说 你人长得这么帅 又聪明又厉害 艺术又高明 口才又好 这后继无人的话 我都跪不去 怎么后继无人呢 我不好几个徒弟吗 没有自己的孩子亲 对 等天气长得再大一点 我就教他让他独积简 你成心的吧你 我的意思是 我给你生孩子 而且要生一队 把你的绝活全都传给他们 对对对 跟你还得生呢是吧 我都忘了 咱俩生的是个八个的 男孩都跟我一样聪明 女孩都像你一样那么可爱 真笑脸一下 这光说不练嘴巴是 你要行动起来啊 你不会是想在这儿吧 这种事情呢 不能分时间跟地点啊 快点 我得查一下黄历去 没准今天生不了他 你给我回来 这得查一下啊 这得查一下啊 快站住 快查一下 这两天有没有消息 没有 但是根据我的估计 他应该往边疆 蔡将军的方向去了 这个不一定 他们几个都受伤了 应该找地方休息才对 大人 我一定派人四处去查 对了 这两天有没有人来找过我 大人是指 班下说他要戴罪立功 把虎符交给我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不过他当时是我们的接下囚 他的话能信吗 他不敢骗我 这倒也是 说不定他想明白了 要投靠大人 大人风度翩翩 医术高明 杜忠啊 你现在学会拍马屁呢 大人 小时候说的都是实话 想他也明白 不敢和大人对着干 杜忠 你告诉侍卫 如果有叫半夏的人来找我 直接带他来见我 诺 大人 还有 千万不要告诉公主 放心吧 大人 去吧 夏儿 虎符 这么深 热 你好 不是 很脑 你师父呢 刚刚还站在这儿 现在怎么没影了呢 师父 师父刚才跟班夏姑娘去那儿了 两个人单独去了 不过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就是聊聊天 看看花什么的 拿着 师娘真没事您回来吧 师娘 这回又好戏看了 这桃花开得好美 是挺美的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经常来这儿玩吗 当然记得了 小时候我还上去 给你摘个桃花呢 赵小兰 不会是为了 让我陪你看桃花的吧 哥宝 看在我们多年情义的份上 你把虎符给我吧 不是 咱俩还分什么你我呀 在你身上跟在我身上不一样吗 我已经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你给不方便透露身份 咱们以机梁的名誉去调兵 保证万物一失 你别开玩笑了 他是个傻子 他可以训练哪 他现在特别听我 我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不在大局嘛 你赶紧把虎符给我吧 你安安心心地做你的神医 不要再管我的事了行吗 不是 你这是怎么了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我改变主意了 谁又对你说什么了 李独活 跟你没关系 这李独活又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 他说了他已经控制机已了 而且姓维军的人数也不少 我跟他说好 要理应外合 他的话能信吗 他骗你的次数还少吗 好了我不想让你受苦了 行不行啊 你提我咱就更甭说了 为你办事我心甘情愿行不行 夏儿姐姐 咱回去吧 啊 高宝哥 高宝哥 找了你好半天 原来你在这儿啊 啊 夏儿姐姐 聊什么呢 说点正经事 哦 所以选择在这么浪漫的地方 才说得出口吗 正经事当然得选这种地儿了 在茅厕说也不合适嘛 说完了 走吧 小子 坦白从宽 刚才你跟夏儿姐姐 桃花园聊什么去了 姑奶奶 你就别再烦我了行不行啊 我这已经够烦的了 你这不添堵吗 哎呦 现在都会为情所困了呀 我狗宝发誓 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就让我断子绝孙 停 这我还咒你呢 你说你自己断子绝孙 不就是说我吗 不是我跟你说你又不信 真是办正事吗 什么正事 不就是调兵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用得着偷偷磨磨 躲躲藏藏的吗 你以为调兵是小事啊 那不得好好商量商量吗 你商量可以 但以后必须要带上我 知道了 几两轿上了吗 赶快排一排 排好了那调兵去 变脸比变天都快 女人哪 公主 我已经准备好人马 今天晚上收拾东西 明天回去 谁说我要走了 我不走 我要在这陪着你 公主 你别任性 我是来捉拿刺客的 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跟着我太危险 正因为危险 我才要跟你一起去面对 我们是夫妻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我必须陪着你 你陪着我 我怎么去捉拿刺客 上次本来成功了一大半 可是你 上次是我不好 这次我绝对不会了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刺客也不抓了 太子我也不整了 现在就回图场 好了 我回去就是了 但是你要答应我 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这才是我的好公主 这才是我的好公主 您放心吧 我会早日和你团聚 好 可是我来到这儿 还没有在这个急镇上逛过呢 我想明天逛过再走 好啊 我陪你 想逛多久逛多久 不用了 你公务繁忙 我换上变装 自己逛就行 好 全听你的 季梁啊 夏儿也都在这儿看着呢 好好表现 来吧 蔡老将军 蔡老将军眼下宫内有变 我奉君上之命前来请蔡老将军速调兵 我 随我随我平润 弄煞嘞 太子 宫中有鞭呼 才宠畅念在歪 对宫中庆旷不甚了结 才宠愿文气象 停 这狗宝哥 你怎么说上河南话了 才宠不是河南人 江湖险恶 你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变 所以呢 我们都有准备 行行行 继续吧 继续继续 太医令李独活用医术骗娶公主 又用医术加害君上 使君上痛苦难当 受制于李独活 还逼迫君上任命他为 禁卫君统领 如今李独活一手遮云 遮天 一手遮天 还要加害于我 我奉君上之命前来调兵 杀叛贼及其羽毛 党羽 杀叛贼及其党羽 保我大政国天下太平 啥子呢 有这一东西哪还撩得 不是 狗宝哥 你怎么又说四川话了 你到底说什么话啊 人在江湖 都是防身用的 一都被牙伸嘛 说得不错 来来来 夏儿怎么样 看着了吧 表现不错 明天就能借兵去了 来来来 把虎符给我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他这个样子能掉兵吗 夏儿 我不是担心把虎符给你 我是担心落在李独活手里 对对对 夏儿姐姐 你不能相信他的话了呀 不是 姐姐 难道你要把虎符交给李独活啊 我不是要给他虎符 我是要钓兵 这种事情你们根本就干不了 而且我也不想让你们冒这个险 不行啊 姐姐 那李独活阴险狡诈 他不可靠啊 是啊 半夏姐姐 你也知道 我在宫里待的时间并不短 对李独活了解甚多 他这个人不光手段狠毒 人比也不端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对你有情有义 依我看 权力对他的诱惑 比女人要大得多 半夏姑娘 我不太了解情况 但是大家都劝你 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好了 你们谁也别求我了 今天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姐姐 夏儿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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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找了 你找不到的 夏儿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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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找了 高宝哥 夏儿姐姐 夏儿姐姐 你真的找不到 夏儿姐姐 你到底要干什么 把虎符给我 不给 虎符是不是在箱子里 是 把虎符给我 夏儿姐姐 高宝哥一心一意 只为了你复仇 你就相信他一次不行吗 哪怕最后一次 夏儿 从小到大 你说我跟我从不往心 我为了你 甚至连命都不要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 我不是不相信你 就是因为我太相信你 所以我不能让你们去冒险 把虎符给我 不给 别逼我出手 今天就是死 我也不会把虎符给你 夏儿姐姐 你干什么呀 给不给 不给 给不给 夏儿姐姐 你要做什么呀 去为了李乌龟 你给我们反目成仇啊你 不给 快 快 快 打开 娘 夏儿 你 不过你把虎符拿走 从今以后 你总会有闻到 你过过过过过去 情数不犯何事 也不会后悔 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请 你 情数不犯何事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晓儿姐姐 姐姐 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要干什么呀 放开我 不放 我自己不放 爹 我不要你走 晓儿姐姐 你舍得贱气吗 她还这么小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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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高宝 晓儿就交给你了 晓儿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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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儿姐 我不愿你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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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找我 杜忠 您带几个可靠的人帮我办件事件 大人尽管吩咐 一定要干净利索 大人放心吧 去吧 属下参见公主 免礼 我来是要告诉你 我必须回都城了 你们留在这儿 仔细观察李独活的一举一动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 免礼 我来是要告诉你 公主放心 属下一定会尽心竭力 还有李独活可能已经怀疑我们了 你们行动一定要隐秘一点 如果李独活找到太子 你们一定要暗中保护太子的安全 诺 那就拜托你了 公主放心 你了吧 净利给谁 他认为好 李独活 我们便宜在这里 放开 见 我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你也好好活着 好好把齐儿抚养长大 如果我能复仇成功 我会再回来找你们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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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雅姑娘 大零进宫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要亲手 不 亲眼看见你杀死那个记忆 好 我知道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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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琪 乖 别哭了 你看看 哥哥给你做的面条 可好吃了 骂 你在说什么 就帮你 万一 按照我的办法 在那一口 你 让我 要 我 你 他 有 你在 被人 这 忽 我 这 也就你这么认为吧 在夏儿眼中 我一定是个最没用的人 郭宝哥 夏儿姐姐 她也只是一时糊涂 这么多年 你为她吃了那么多的饱 受了那么多的罪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 这也不能怪她 这么多年 我吃奶的劲都试出来了 也没能不能报仇 难怪她不信任我 郭宝哥 咱们先不难过了 要不然 我们回沐海郡吧 以后好好行医 好好过日子 什么都不想了好不好 丁夏 谢谢你 我是你妻子 你谢我了 我干什么 那我先去收拾东西吧 郭宝哥 你 你是不想回去 在这里等 等夏儿姐姐是吗 你 你希望我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可是 一直以来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 连仙儿姐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 既然狗宝哥你心意已决 那就依你吧 我走 殿下 都三天了 怎么还不来找我 他又在骗我是不是 大人 大人 半小公园到了 快 把他带进来 诺 大人 夏儿 别过来 夏儿 你怎么了 我希望你信守承诺 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夏儿 从小到大你最了解我 我连死都不怕 要不是因为你和狗宝 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我和他们闹翻了 闹翻就闹翻呗 其实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能帮你达成心愿 你能帮上我 是因为你够心狠手辣 狗宝就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我才知道 只有你能帮我 杀鸡以赴佐击中的事情 就全靠你了 夏儿 你早就这么想多好啊 你知不知道 从我们分开以后 我每天都在想 胡服带了吗 我既然能来 胡服自然带来了 把胡服交给我 我都在这儿了 我都在这儿了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西 西野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啊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夏儿 明天就去调离 省得野长不多 我还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事成之后 请你放过狗宝的一箱 赫兹苏他们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我的公主 鸡仲怎么没来啊 杀了鸡以 我自然会把他带来 夏儿 我每天都在想你 咱们可不能错过今晚了 对不对 好 好 我不勉强你 这几天就辛苦了 就在这儿休息吧 明天一早 我们启程调兵 嗯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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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去抹海峻啊 不是 你们干嘛都跟过来啊 你们要留下来帮助狗宝哥呀 这不担心你吗 那 你师父呢 师父 嗯 我在这儿呢 狗宝哥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狗宝哥 我们都了解夏儿姐姐的脾气 一件事情 她要么不做 要么拼死去做 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希望你留在这里 好好帮助夏儿姐姐 我在沐海峻等你们回家 听香 狗宝 黄亲黄莲 你们怎么来了 你去哪儿啊 我告诉你们 夏儿姐姐拿着虎符去投靠李都活了 你们要帮帮她 啊 我们半路碰到半下了 我说她怎么晃晃张张的 胖子 你怎么也不拦着她啊 我 行了别说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没有了虎符 咱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是啊 我说狗宝 要不你跟我们回九龙根吧 你当酋长 我们和你一起共谋大宴 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当什么酋长啊 哎呀 丁小姑娘 在去九龙根之前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紫苏是在我们酋长临死前 委托狗宝来照顾我们 狗宝也是答应的 狗宝虽然现在和你成亲了 但是狗宝的话 也不能说了不算数了对吧 好了好了 莲哥 秦姐 你们都别说了 我今天也当着大家的面 给说清楚了 我紫苏 已经拜狗宝为师 以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也答应我 说会照顾我一辈子 所以以后成亲的事 你们俩都别提了 紫苏 对对对 紫苏姑娘说得对 她以后啊 一定会找一个如意郎君的 那好吧 郭宝 那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回九龙根 这个 咱们从长计议 李独活 大坏蛋 假虎符害死你 不是 大伙你刚才说什么呢 自言自语什么呢 师父 那虎符是假的 李独活拿着假虎符去调兵 假虎符 假虎符 真虎符被我偷拿到当铺 当掉钱去买烧饼吃了 结果七剧丢了 有人把她给输走了 我就找了个铁匠 遭了个假的 你这不是要害李独活 你是要害死夏儿姑姑 我告诉你 夏儿有什么三长两朵 我饶不了你 大人 这是你要的菜冲军营路线图 太好了 大人 那虎符你拿到了吗 半夏现在对我还不信任 还没有给我 那不然 我趁半夏姑娘睡着的时候 我去 不用 这事我没有当做瞒着夏儿 跟半夏姑娘 你放心吧 男人通常要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 等我坐过了江山 我就不信她不跟我在一起 大人高明 你现在吩咐下去 明天一早起程调兵 诺 大人 这么高 一下子不得刷残配了 温儿 宝哥来救人 别夏里就摔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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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锅 我上门找去 哪个才是 大半夜的 你鬼鬼心在干嘛 我 我 我是隔壁卖烧饼的 今天你们这有个官业吃了我俩烧饼没给钱 够怕 我们这的人吃了你的烧饼没给钱 胡说八道 走 我带你去见我们大人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就给你双倍的烧饼钱 如果骗人 有你的好果子吃 别别别 就因为俩烧饼 我这小命丢了就不值了 这钱我不要了 你放了我 看见老实巴椒的份上 放你嘛 好 宝爷 我今天有钥匙在室 我告诉你 我弄死你 对 哎呀 哎呀 夏儿你吓死我了 我到处找你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真的找你有事 到屋里说吧 爱一场恨一场 相逢一场到最后 缺失的路 云波月花落亭 有情深深将心虚 走着风去 看一段风光 忘了爱忧伤 还是什么 又在耳旁 是什么仍然绝不 刀剑里挥舞的沙街 爱一场恨一场 爱一场恨一场 相逢一场到最后 缺失的路 云波月花浓鸣 要情深深将心虚 付着风出 早知道如此 何必到处 曾经那么义无反顾 是什么让人辜负 逐渐里书写的真经 那一条可以一直 你我的伤了一步